WordPress里面的Widget 指的就是一些拥有特定的功能 或者展示特定内容的小工具 Widget在中文版的WordPress里面 被翻译成了小工具 你可以把不同类型的小工具 放在主题定义的某些特定的区域上面 那么这些区域就是Widget Area 也就是小工具区域 现在你看到的页面的右边栏这里面 就是主题定义的一个小工具的区域 那么上面已经默认显示了一些小工具 比如说搜索 近期的文章评论 还有文章的归档等等 下面我们可以去小工具的管理界面去看一下 我们把鼠标放在工具栏上面 站在名称的上面 然后选择小工具 你可以在管理后台 在外观里面找到小工具 在页面的左边的可用小工具这里面 就是一些你可以放在页面中 展示出来的小工具的类型 页面的右边会显示我们当前使用的主题里面 定义的一些小工具的区域 你可以看到在主编栏这里面 会显示一些小工具 这些就是你刚才在前台的页面 看见的那些小工具 你可以直接把在可用小工具里面的小工具 拖到小工具的区域上面 那么这样的话在前台就会显示它了 点击小工具标题右边的向下的三角形 你可以去配置一下这个小工具 那么具体能配置什么呢 要看这个小工具当初是怎么设计的 比如说在近期文章这个小工具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你可以去修改它的标题 比如说你不想叫这个近期文章这个名字了 你可以去修改一下它的标题 然后还可以去修改一下它的文章的显示的数量 那么这里呢我们先输入一个标题 比如说我们叫它最新文章 然后呢默认呢是显示的是五个文章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十 如果呢你想显示文章的发布日期的话 你可以呢勾选一下下面的这个选项 然后点击保存 下面呢我们可以到前台呢去看一下它的变化 找到最新文章这个小工具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近期文章这个小工具的标题 就会变成了最新文章 那么显示的文章数量呢会按照我们设置的去显示 那么这里呢只有两个文章 所以呢只会显示两个文章 如果你不想在这个主编栏上显示这个近期文章这个小工具 你可以呢把它去掉 直接呢我们把这个近期文章拖到这个小工具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想暂时呢不使用这个小工具 你可以呢把它拖到这个未使用的小工具 这个区域里面 这样的话呢我们对这些小工具所做的修改呢 仍然会被保存 如果呢你想再使用它的话 你可以直接呢再把它拖到这个小工具的区域上面 好意思 咱们可以 拖到这个小工具 好意思 我们可以拖到这些小工具 我们可以拖到这个小工具 其实是相对